對 雖然對 那應該是現代人 以我們那個年代的話 只要男生約你出去 絕對你不用貸錢 以我們那個時候 你們看電影 你滿有鬼的 就是那個年代 那個時候出去 我真的 我從以前男朋友到現在老公 我記得我跟每個男生 第一次約會 我會先付錢 投資報酬率 其實這樣很精明的 對 後面撈得更多 他是留第二步 對 他是留第二步 像換人家再來約他 對 因為我就怕沒有下一次 對 其實好可憐 好 來 跟我同一個年代的周老師 我們來了解 哪一種面向的男人 最討厭女人亂花錢 像有時候在那個 有些人他不喜歡 就是很討厭女人亂花錢 他在面向上 其實他自己有 他自己花錢的這個怎麼樣 你這個態度 第一點就是 鼻孔比較深藏不露的人 就是說 對 看不到鼻孔 對 鼻子其實是能夠看一個人 對財富的這個 他到底是這種觀念 還有他用錢的這個習慣性 鼻孔有時候很小的人 他其實有時候會亮露為初 他不會說亂花錢 但是如果說像這樣 鼻孔深藏不露的人 但就是站在前面 你是看不到他鼻孔這種人 有時候他覺得說 花錢是該花的花 該省的省 這種鼻子的人 有時候他如果說覺得 他該花的話 一天花個100萬 他其實不會心痛 對 有時候他 你多算他一毛錢 或是一塊錢 他會跟你一直計較 對 他是看不慣那種說 隨便亂花錢 就像剛剛講的說 一次買了幾萬塊 全部是那些沒有用的那些鞋子 或是說很便宜那種鞋子 他是會覺得說很看不慣 所以他是很討厭那種 隨便亂花錢的這種人 好 來 另外一種 另外一種的話 就是耳朵耳垂比較小的人 其實這種人 他是屬於比較保守 比較有錢他也捨不得花 因為他比較保守的關係 像耳垂來講 大部分都是在看這個人 在財運方面 還有福分方面 比較重要的地方 那這耳垂比較小的人 他大部分都是怎麼樣 苦力比較多 想得比較多 膽子可能會比較小一點點 相對他自己賺錢的能力 也比較弱 所以說他就什麼事情 都會考慮很多 會比較保守 有時候他不會說有錢 但是他就隨便把它花出來 有時候他會覺得說可能 那到時候我沒有錢怎麼辦 所以他是不會隨便亂花錢 所以有時候他的朋友 甚至會覺得說 你這個人很小氣 其實他是保守 再來就是說 嘴巴小又能夠緊閉的人 嘴巴大部分 嘴巴來講的話 就是說我們吃東西 還有就是表達語言的這個東西 在五官上面來講 嘴巴它是屬於出納官 就好像說一個機關 團體 這個嘴巴就是等於 它的一個公文收支的地方 或是說 出納的地方 還有就是財務的出納 所以說我們就能夠 從嘴巴的大小來看它 用錢的一種態度 嘴巴來講大小是從怎麼樣比 就是類似於說一個眼睛去平視 它這個眼瞳的中間點這個地方 往下面畫一個叫做垂直線 在這個範圍內的話算 對 在這個範圍內比較小的 我們稱為嘴巴小 範圍內大的 我們稱為嘴巴大 那部分都是嘴巴小啊 沒有啦 你特有的 嘴巴會比較大一點 你特小 然後耳朱也小 然後鼻孔也小 對 你會怕不再磋的那塊嗎 對啊 還好嗎 對 嘴巴大的人 大部分它就是 我們講說氣度也比較大 有時候個性方面也比較率直 觀念比較開通 那嘴巴小的人 你可以閉起來了啦 你可以閉起來了 你整個經典很久了 嘴巴小的人 他做事情 他有他自己的原則了 不然他要買單了 只是錄影沒有買單的事情吧 他有他自己的原則 他很有規劃 所以他要用錢的時候 他是不會說隨便 是屬於一個很節省 不會浪費的 好 謝謝老師 不過老師講到這個 今天嘴巴 當然是管這個出納 但是嘴巴也管講話 對 一個是花錢 一個是講話 其實如果碰到女生講話 女生私底下講話 可能有一些是滿恐怖的 那你們有聽過 直接在你們面前講話 就很粗俗的嗎 沒有 我覺得說如果是朋友 譬如說今天Junior是女生 然後我們認識很久了 那以朋友的態度來講的話 其實他講什麼 我都可以接受 是 對 但是很怕就是 剛見面 然後剛開始對你有好感 然後就 像我遇過一個就是 有一次就是朋友聚會 然後來了一個女生 超正的 幾分 90幾分 真的90幾分 對 不對 他沒有什麼胸脯 好 80幾分 好 狂噴 快 你先試問一下他的外貌 80幾分包含哪些 沒有 就是他穿衣服 風格我也很喜歡 就是小洋裝 然後剛剛那些身材瘦瘦長長的 然後長髮把它盤起來 然後長得很清秀 外貌加分了 好 然後再問他的職業 我們剛見到 妳是做什麼的 他說我是英文老師 哇 高中英文老師 哇 這個真的是 吃起來就不錯 對 學院派氣質美女 好 對 然後那時候 我們大家在小酌嘛 然後就說 妳是 妳新來 那妳要喝什麼 要不要喝稍微淡一點的 喝啤酒或是調酒 然後就說 傻眼耶 所有人就 就是現場大概20幾個通通 他怎麼第二句話就破功 因為所有人都第一次認識他 第一次認識這個女生 然後他就第一句話 老師 大家對他好感 第二句話 全部垮掉 靠腰啊 老師 他是想要跟你們融為一體嗎 這種是豪邁 怎麼敢生小孩讓 以後讓這種老師交 那個時候已經考慮到那裡去了 所以我全身都沒有反應了 全身上下 也許我可以把你嘴巴捂住 然後就做一些其他 但是我也沒辦法 其實我也覺得說 為以後著想 怎麼會有這種人這樣子 有啊 其實有 我也有遇過 女孩子喝酒很容易 她喝一點酒很容易就會 什麼話都說得出來 我遇過一個女生 她就跟我乾杯 然後我喝比較少 她就直接就 一個XXX 喝比較少之後 我就覺得 蛤 以後我們怎麼逼逼逼啊 沒有 因為我覺得 可能會被削掉 或是被剪的 沒關係 我們再處理 對 反正他們就是 就是講出來都會覺得 你是名詞哪來的啊 對啊 真的 我再講一個好了 沒有 先要不要講 先要不要講 沒有 先要簡訊的 簡訊也可以大破功 因為簡訊呢 譬如說我一個朋友 在追一個女生 說我雖然第一次認識妳 但是呢 不曉得為什麼我已經在想妳了 然後那個女生就回了她 一個簡訊 我也是 她後來拿給我看 我看了傻眼 你現在老二在養了是不是 傻眼耶 但是這個 是無聲甚有聲 她透過簡訊讓你知道說 那還是不要養 是這種感覺 是覺得說很...很...很痛 那我們就不回了嗎 這還可以再演戲下去 怎麼回 就是後來就傳了一個笑臉 蛤 大家是算了吧 就忘記這件事 剛剛都沒辦法 只好傳嗡嗡兩個字 對 對 到底要講什麼 我想 我真的不太好一次這樣 我都講說 柯哥女生 那個後面看起來 那個也是身材100分這樣 就是你從背面看郭靖淳 這樣走路這樣搖一身姿 她這也是那種油油皮皮 小姐 該不會請你喝咖啡 這個就有點功成為了啦 我覺得 你總之都很糟糕 我有遇過那種很漂亮 就是氣質不錯啊 然後你跟他講什麼 就 對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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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比較鄉土嘛 然後講的話就 不然 等一下我們是你咖啡 咖啡 對 咖啡 咖啡 會拉這樣這樣 不是 那是我們是台中腔或高雄腔 會不一樣嗎 它有地方的鄉音 這個也不行 一直在那邊 對喔 對嘛 這個我是覺得還好 這個我是覺得還好 因為交朋友啦 對… 而且妳有常出外景到處跑啦 妳知道嗎 是喔 台科老師 恐怖的心理測驗 我們來測 我有女人味嗎 來 好 我們今天的題目就是 當妳和妳的朋友呢 在餐廳裡面吃飯 結果發現隔壁桌的朋友 吵起架來了 其中一方拿起東西丟對方 你覺得他丟的是什麼 我們有四個選項 A的選項是 拿起餐巾丟對方 B的選項是 拿水往對方身上潑 C的選項是 拿起手機丟對方 D的選項是 拿起湯匙丟對方 你覺得這個吵架的另外一方 會用什麼方式來丟對方呢 拿什麼東西呢 直覺來選 是喔 好 來 Junior 這個我跟Junior還要選嗎 來 選一下玩一下喔 我有女人 我怕我選錯 我們兩個立刻變娘炮 好 你們兩個要演娘炮的力量 好 我選B 拿水往對方身上潑 我覺得應該是C吧 手機吧 好 文蕾老師 水 而且先生有水 好壞喔 油酸水好了 毛巾 好 毛巾 周老師我也是水 水 我 我覺得湯匙好了 通常都丟筷子湯匙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選擇A的